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是怎样加入科切拉佛教中心从事佛法事业的呢? 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之下接到一份工作 然后在工作之一我来到了科切拉 然后采访了科切拉的一些活动 就这样子认识了任伯切还有科切拉 那我记得那时候接待我的人是帕斯辛彪 那圣贝尔蒋法师就给了我一篇伦伯切的开示 我还记得那个开示叫做静游新生 它的那个长大约两个小时 那对我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呢 其实我一向来对宗教跟政治其实我都尽量不去碰 那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身为一个从业员的话呢 新闻从业员的话呢 那其实尽量就不要去碰这两块比较敏感的一个领域 那可是呢那天我拿了回去 一方面是为了要补充我就是在写作方面的那个资料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是感到好奇 那我就把它打开了 然后听一听就是到底这个任伯切到底在说什么 那我一开呢一听 结果这两个小时的那个开示呢 我就坐正的对着那个电脑呆住了两个小时 就听完了它的那个开示 那我感觉到这开示很特别 它没有所谓的给我感觉就是说 以前的那所谓的宗教味很重 但是它充满了一种就是生活上的哲学 那令我感觉到一种就是很特别的感觉 那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对就是克切拉 有了一定的印象 那接下来呢就是圣彪奖法师呢 也邀请了我做一些就是翻译工作 那就因为这样子的 所以我就慢慢的跟就是克切拉 还有伦伯切接触 所以也是你的这些经验 跟第一次所听到伦伯切的开示之后 让你对宗教的看法有所改变 对对对 那又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 你会进入了克切拉 因为以前你是无神论者 到后来你加入了克切拉 成为了他们的员工 就是做这个佛法事业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对对 其实对我来说 遇到了伦伯切还有克切拉 其实在我人生里面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捩点 那怎么说呢 第一 在克切拉里面 其实所有的运作 包括理念 其实跟我之前的人生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本身非常非常热爱文字工作 那我还以为就是说我今生 就是说一文字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脱离的 那可是遇到了伦伯切呢 完全 怎样说呢 就是完全就是把我之前的想法 完全的颠倒过来 那我现在呢 反而都没有用文字 反而我是用嘴巴说话比较多 那我记得那时候 也正在那时候呢 我其实在修读着心理学 那为什么我要修读心理学呢 因为我感觉到在新闻从业园 或者是写作这一块呢 我已经到了一个顶峰 那当你到了一个顶峰的时候 你寻找不到一个就是更高的那个 一个就是突破的那个点呢 你就会觉得自己处在一个瓶颈里面 那我就觉得我的人生 难道就只是这么样子而已吗 那然后我就在那边想 我到底要做些什么 那我就决定去选择修一修心理学 可能可以把我内在的一些东西解决 内在的愚惑 愚惑解决 那因为我心里啊 其实从以前就是很小的时候 就有一种就是无底洞 一直在寻找这些东西 一直在找这些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找了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各方面的就是兴趣 或者是工作 然后我尽量其实都在工作上 或者是在情感方面 我尽量希望自己能够把那个 感觉上是一个黑洞填满 可是总是没有办法 所以 可是 你觉得说心理学去研究人性这一方面的东西 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寻找到那个答案 对 那最终其实有没有从这一个科系里面 让你找到所谓的答案 其实很坦白说 其实我这个人是蛮理性的 那我在修心理学的时候也是非常科学的 那从我修读的四年里面 那到做论文 他近五年 其实我看到的情况 然后我发觉到其实我越读 越困惑 我的黑洞 越陷越深 那我的感觉就 觉得其实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那在修心理学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人性 精神上的个案 可是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然后所有的个案都是在线空中 那我的感受就是说 其实我读心理学 我本来就是要去解决我内在的问题 其实实际上他没有办法 他反而让我更困惑 那就在这个时候 伦伯切就好像 就是一道前缘样子 然后他的开示 就是让我感觉到有一些软意出来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缘 然后我觉得可能 心理学不是我要找的那个方向 那因为这样子呢 也因为就是圣彪 讲法师不停地在就是鼓励我说 你可以来尝试来参加我们的法会之类之类的 那就这样子就慢慢地认识了客切拉 那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加进了就是成为了客切拉的那个全职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了伦伯切的时候呢 伦伯切送了我一个释迦摩尼佛的佛像 那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拿到所谓的宗教 宗教有关的物品 对 物品 那时候拿到的感觉有点奇怪 就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晕熏这样子 可是又很兴奋 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很昂愤 那你说不出那个道理来 说不出那个理由来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本来就是抗拒嘛 可是现在反而是因为这个高僧长得很帅 所以送给了我 所以我就感觉到很兴奋 那除此之外 伦伯就还给了我一些就是私人的那个劝导 他告诉我说呢 他说用你的笔 去把你心里所要写的东西写出来 尽量就是说不要用嘴巴或者是原语跟别人起宠户 那在这个同时呢 他也把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持修法 就是争给我 他说可能现在你用不着 那以后可能你用得着 那我就这样子就跟这个佛法结缘了 是哪一个持修法门呢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嗯 这个持修法门呢 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 就是断绝熊的持修法门 那刚刚开始 其实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嘛 那你叫我去诵经啊 是根本不可能 你叫我拿一个佛像回家 也更加是觉得很蝶扭 那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要去修了 就这样子放着这样子 愿意讲法师 从你成为讲法师 就是从你加入科切拉到成为讲法师 其实你是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佛法吗 才让任波切委任这个重任给你 嗯 其实我应该时间不会太长 那我记得我应该是2008年之前就已经认识任波切 嗯 那之后我真正就是说成为讲法师是应该是我们 在2011年任波切第一次就是委任这个讲法师这个制度 在科切拉进行 那我很幸运我是其中一位 那是从那时候开始 然后我就正式的成为讲法师 然后开始执行一些就是真正的所谓的就是说 智慧与慈悲一起并用的那种就是法人工作 嗯 那其实从你加入也不是说加入学习佛法 认识佛法到你成为讲法师 其实也是短短的三到四年的时间 嗯 什么东西让你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因素 让你能够这么快的把佛法的精神都吸收下来 然后让任波切有这样的信心委任你这么重要的一个职务呢 我其实自己也不能 我没有办法去理出一个所以啦 但是我想我这个人就比较单纯也比较直接 那既然我想到我已经拿了这个高僧给我的一些礼物 那我一定要既然我已经点头了那我就应该要去做 那我把他的释迦摩尼佛的佛像放在我最喜欢的地方最干净的地方 我认为最干净的地方 那我就开始持修这个法门 嗯 或者是对这个就是佛法这个感觉就特别的强 嗯 那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原语或者是用文字来写出来 嗯 可是那种是内心的一种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那个转化 嗯 就是慢慢有所领悟 嗯对对 然后比如说 以前非常抗拒就是宗教的一些就是教诲 可是当人不去就是给就是开示的时候呢 却很开心的接受 然后而且完全没有说有太多的抗拒 对 就这样子的很自然的就慢慢的就开始了这个法门 然后在过程里面呢 其实尤其是当我在做讲法师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法门对我来说其实是帮助很大 嗯 短短的这几年的就是这些过程里面 其实我真正应用在我的生活上 还有我的工作上呢 他都给我一些就是我意想不到的效果 嗯 这样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护法是怎么样的帮助你到外面去帮助到别的人 嗯 那我先由我个人开始 嗯 那我其实我基本上我是一个蛮我行我素的人 那我不喜欢你的话呢 其实我也不会给你就是说笑脸还是怎么样 就是 就是就当作你没看到我没有看到你我就可以走过 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行为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的话我也不想和你有太多的交流 我也很选择性交朋友 所以我认为投缘的朋友我才会去交 那我觉得那个人不是我所想要交的朋友 那我不会去特别主动去交 那我发觉到自从我有了这个持修法之后 那我都有一直都不停地在修的时候 我发觉到我对人对事情就没有那么绷紧 然后不管他是谁 其实我都用比较开放的那种心态去对待他 然后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其实就是我对动物的那种感觉 那以前其实我完全对动物是没有感觉的 那可能这个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是我们家里是蛮贫穷的 那我们家里都是储戏业 那我们有养猪有养鱼 甚至有养鸭子啊 鸡啊 就是去宰杀然后去卖 然后换取就是生活这样子 就是一般农村 对对对 维持生计的方式 所以动物对你来讲只不过是一个赚钱 所谓赚钱的工具 对对对对所以我不会觉得我需要对他有特别的那种 就是说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就是动物就是应该这个样子 就是应该生来就是应该给我宰杀 然后给我去卖钱 然后给我自己一个温宝 那一次我自己一直以来都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进来了克雀拉之后呢 伦伯雀的开示 那我记得伦伯雀有一次他告诉我 他说每一个人 今天你的名字可能是叫树腕 或者我的名字叫月娱 那可能只是今天而已 那如果今天过去了 那你这个树腕这个标志不见了 或者是这个月娱这个标志不见了的话呢 其实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心事 就是我们所谓的mindstream 那伦伯雀说呢 每一个人当他去他离开的时候 当他去世的时候呢 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心事而已 那为什么我们要自作于 这个人你喜欢 这个人你讨厌 或者这个人很好 这个人不好 其实到最后大家都是平等的 你就是一个可以 对 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不管是动物 不管是灵体 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都应该抱着一种平常心去对待 不应该有太大的分别心 然后伦伯雀还告诉我说呢 我应该要制造一个善因 就是说我应该要 就是说要用这样子的一种开放的心态 接引更多的众生 然后这样子其实不只是利益别人 其实真正的是让我自己累积更多的功德 所以其实这个是你对所谓六道众生的一个领悟 就是我们随时往生了之后 也有可能投身成为动物 也有可能投身为所谓的恶鬼 对 所以想到了这一点 我们就应该对大家都是保持一个平等心去看待 对对对 所以今天可能 伦伯雀常常 我记得伦伯雀很 我很清楚记得伦伯雀说的一句话 他说今天你讨认这个人 不代表说你永远讨认这个人 那你今天喜欢这个人 也不代表说你永远会喜欢这个人 那我刚刚开始不能够理解 伦伯雀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话 那知道有好几回在我工作上 我很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 就是很自然的就把它 它应用在我工作上 我发觉到原来这个很微妙的效应真的是发生了 那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处理过的一个个案 那这位女生就是她在登山的时候 她脱离了队伍 那她在山中失踪了 那她的朋友也是我们克切拉的其中的一位会员 那她就跑来向我们求助 那当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第一次去就是去到那个山底下 去希望能够给予协助 但因为很多很多的客观原因没有办法帮到她 那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呢 那很奇怪的 那我就抱着我去的时候呢 我看着因为在我的人就是她的朋友 她非常的焦虑 一谈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那她就整个就要哭了出来 然后她还告诉我说我真的是希望我今生可以再见到她一次 能够把我心里想要说的话说清楚 那我就心里想 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我一定要帮她 能够做到我一定要做到 那我就抱着一种心态说不管怎么样就是希望能够帮到她找回她的朋友 那我们就这样子就是一路上去到了那个地方 那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呢 我迎面而来的那一个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 她一定是得罪了三神啦 她一定是得罪了这一些就是土神灵 所以被土神灵困住了 所以说法都会是这样子 所以没有办法出来 那个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整个山下的感觉是 那个气氛是很僵的 然后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空气是凝聚着一种就是紧张 然后焦虑恐惧的感觉 那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我就想想我曾经讲过的话 所有的众生都是有灵性的 所有的众生都应该用慈悲的心态去对待她 那我就马上告诉我自己说 我转换一个心态 我就心里在想 我等一下我上到山的时候 我一定要很开心的告诉这边的土神灵 我今天来是希望你能够帮一个忙 请求你可以把我这个朋友放出来 因为他的家人很担心 我就心里在念着我没有说出来 那我就买了一些就是所谓民间的那些就是 金子啦蜡烛就上山去了 那就胆处处的上山去了 那我觉得那个上山的过程是很恐怖的 因为那个山是非常斜的 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勇气 然后上到半山的时候呢 我已经趴到脚软了 我就赶快跟司机说我们就在这边好了 我们就在这边停着 我们就在那边做一些祈祷就好了 那就在我们就开始做一些 就是我就开始把那些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拉斗公或者土神灵的香烛就插着 然后就开始诵经 那我就心里默念告诉他说 我是占杜古伦伯雀的学生 我今天来其实是想要祈求你把我的朋友带出来 因为他的家人很担心他的家人很挂念他 那我想了这个念头 然后我就开始诵复法的行咒 那我在诵复法的行咒的时候呢 在诵到一半的时候呢 那微风就开始起了 然后就听了很多很开心的小鸟的叫声 一些就是猴子的叫声 然后呢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下山了 然后就这样子 在下午的时候呢 这个女生就出来了 那其实他那一天呢 其实他已经是那一天已经是 是中了三天了 一直 怎样讲 收查队伍进进处处已经是 收了三天都找不到 所以他是安然无事的就这样子从三年零年走了出来 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 我觉得就是我讲的话很对 如果你今天用慈悲心或者是你用你的爱心 你想要去做的那个就是 就是完全单纯的想要去帮这个人的话呢 有些东西是会发生的 这是我的感受的那种 复法的力量 所以那时候念的是只是复法的行咒 而且也只是念108次 那么短短的 可是 东西就发生了 嗯 那 嗯 护法 听 月仪讲法师讲起来 其实是一个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的护法 但是在外面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护法其实是不好的 嗯 充满了许多的争议 以你个人的经验你有怎样的看法 那我相信其实这个护法肯定不是一个坏的护法 尤其是如果我们有查询他所有的那些背景跟资料 那我们都知道他是文殊菩萨的愤怒化身 那我在外面其实碰到了一些障碍 尤其是当我要跟朋友去推介这个护法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点困难 尤其是因为这个禁令的造成的一些困惑 那 好比说有时候 因为我常常都进出医院 嗯 那我遇过很多个个案 就是我去到医院的时候呢 某一个人就是那个人的血压 开始掉下来 就是一直慢慢慢慢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掉 一跳一跳的这样子的掉下来 那我就告诉他的家人说 你持送这个护法 可是他家人就有点犹豫不决 后就是事后呢 当我在问就是当我们在谈话的时候 他就很不好意思的告诉我说 其实我想问一下刚才你介绍我的这个护法 其实不是很争议性的吗 为什么你要叫我去实行呢 其实每一次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 我就觉得很无力 然后我也很觉得很很难受 因为这个禁令 其实本来某一些是 某一些状况呢 可以变成一个好的转机 变成了 反而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些迷失造成了 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对于你个人来讲说 其实它影响不大 但是让你觉得很难过的是 因为这个正义 许多人不能够得到应该获得的协助 对这个是我很感同身受 尤其是我常常往外跑 尤其是处理一些就是病危的 就是个案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 就是临终去世的 那个那一刹那的 那个就是给仪的帮忙的那时候呢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 那个禁令给我的感觉就是 真的是好气啊 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那个事实 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因为其实护法也让你帮助了 许多愿意接受的人度过了这一些难关 对 所以才让你觉得这么的气氛 当因为一些人受了这个真意的影响 不去接受 对 是 因为我本身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就比如我就再举一个例子 关于我本身的 那好像说我以前 刚刚进来科切拉的时候呢 那我是最怕碰法会 遗亏这一块的 那对我来说那个是 就是对我来说我最怕就是坐在那边念经 那可是呢 因为长期以来 不停地在做这个法门 那你的心境开始改变 那你的心开始软化了 那你就开始慢慢地可以接受一些 就是说自己不喜欢的东西 然后开始去尝试开始去做 然后你会发觉到原来做这一块的时候 当你看到更多的东西的时候 原来其实你在做这个复法的法会的时候呢 本来这个病危的人 可是 因为一场法会 然后他的状况有起色 你就开始很开心 然后你就开始原来 他是多么的有力量 如果你相信他的话 那还有另外一个点 我发觉到 因为持久这个法门 让我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对动物的感觉 除了灵体之外 那动物的感觉是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我们打岔了 以前我对动物呢 就好像我刚才知道 因为我家是储夕业的 那是完全没有特别的那种慈悲心 可是我现在会觉得 不管是动物 或者是我们看不见的朋友 其实我们都应该要把它视为 我们人类一般的对待 虽然它们是属于我们不同界的 而且它们的处境其实更加的 要我们做更多的 就是功德给它 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转变 那讲回刚才呢 为什么我会觉得 那个禁令对我来说 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卡在那边 就是那种讲讲 半角石 半角石 那就是因为 因为这个禁令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禁令的一种 不了解的困惑 让你没有办法去很 很想很想 就是说直接让它了解这个复法 或者是你告诉了它 它也很迟疑的接受 那个是我觉得 那可能是最难过的地方 谢谢月仪讲法师跟我们分享 那从月仪讲法师 所讲的种种不同的个案 还有他个人的体验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佛陀讲的 每个人都有佛性是真的 为什么呢 月仪讲法师讲到说 以前他对动物 或者是对那些看不到的朋友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甚至是具有 甚至是有恐惧感 但是在接受了佛法之后 在护法的譬如底下 让他更了解佛法之后 他开始对其他的众生 有了所谓的慈悲心 能够以一个当事者 就是把自己 摆在他们的位置的角度去看 去帮助别人 慢慢慢慢 他内心的佛性也显现出来 那从这点来看的话呢 多杰雄灯带给我们的 不只是个人在情绪 跟思绪上面的宁静 或者是帮助到身边的人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更多 什么更多 我们常常讲说 要世界和平 其实到最后他所能推广的 也就是世界和平 通过个人的转变 影响到身边的人 纠纷少了 暴力事件少了 当然世界和平也就跟着来 谢谢彥影讲法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